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 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4年9月12日 星期四 这个视频呢 我跟大家来聊一下啊 关于这个网红的事啊 说两个案例啊 大家都知道啊 我现在的粉丝量呢 有13万多啊 这个也是一个小小的成绩啊 这个成绩也还不错了 但是呢 大家也知道啊 我这个点击量啊 历来就和我这个粉丝量呢 不相匹配的 尤其是最近啊 跟这个粉丝量是极为不匹配啊 我这个现在点击我也不知道 怎么这么少啊 前一段时间呢 有的网友说 哎 你这个视频啊 有时候太长了 那我现在改成短的呢 也没有多起来啊 反而好像还不如前一阵那个视频长的时候啊 不过呢 这个没有关系啊 这个没有关系啊 我把这事呢 看得很开啊 就是这人啊 我这很认命的啊 我小的时候啊 有时候啊 我妈就说一句话啊 话操里不操啊 有点操啊 就是说 什么命跟着定你知道吗 就是这个人啊 你是什么命啊 你就是什么命啊 你命里有时终许有 命里无时 求有无 我就觉得我从小到大啊 不愁吃不愁穿倒是啊 但是呢 你说多富贵啊 是没有的 而且呢 经常是和那种财运啊 擦肩而过啊 永远是这个样子的啊 我呢 也不懊恼啊 我的心态呢 特别好 我认为呢 就是啊 我跟那些个大财啊 我没有那个命 他跟我没有关系啊 我就那个 不愁吃不愁穿就得了啊 求一个随遇而安啊 就是这样的 那么我今天呢 就想跟大家来说啊 我们中国有一句话 人怕出名 猪怕壮啊 出头的船子 鲜烂啊 我今天呢 有说两个这个网红啊 被人盯上的悲惨结局啊 这都是中国人网红 一个呢 是被国内的穷凶极恶的犯罪分子大赌徒给盯上了 命都丢了啊 另外的网红呢 是加拿大人啊 被美国给盯上了 最近呢 被逮捕了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具体是怎么回事啊 首先呢 就是说是国内的网红 国内的网红呢 实际上啊 这个事的发生啊 已经是一年前的事了 我们来看新浪的这个报道吧啊 新浪的报道呢 题目是 反串网红罗大美 被绑架勒索二百万后 灭口内幕 煮饭 曾两度入狱 嗜赌如命 潜逃缅甸 赌输大部分赃款 这内容呢 说 2023年的7月7日啊 拥有百万粉丝的反串网红罗大美 遭人劫裁以后杀害 时隔一年多 多名协议人即将在河南省南阳市中院接受审判 记者多方采访了解到啊 该案的主犯名叫余某生 外号叫余大娃 今年42岁 他曾因犯抢劫罪两次获刑 杀害罗大美之前呢 余某生已经是负债累累 2023年的7月5日啊 这个余某生通过吴庆 这也是一个画名啊 将罗大美约到了南阳市区的出租房中啊 我还看到其他的报道说这个吴庆呢 是这个网红罗大美的小区同学好像是啊 然后呢 这个报道接着说啊 说绑住了吴大美以后呢 余和同区女子刘飞也是一个画名 一同就将罗大美呢 藏在南朝县一处偏僻的民房当中 接着呢 他就通过暴力的手段 逼迫着罗大美赚账200多万元 随后余某生将罗大美杀死并且藏尸红薯教中啊 一般的来说啊 像这种情况下啊 这个罗大美呢 可能当时也预见到了她活不了了 因为这个杀人犯一般的来说啊 如果这个被害者知道她长什么样的话啊 她不会让你活的 那些抢劫犯呀 不管是 那些犯罪分子 反正你要是认识她了 她不会让你活 然后呢 报道说啊 余某生啊 害怕东窗事发 用罗大美的手机给罗大美的家人发去了多条消息 让家人误以为罗大美开车撞人了 外出躲避 直到2023年的8月28日家人才报警 家人应该跟她视频啊 对吧 亲口跟她讨论啊 来判断是不是她本人 不要了通过这个打字的形式 打字谁都可以打 你又不知道是不是她本人 对吧 然后呢 说在罗大美家人报警之前啊 这个余某生已经潜逃到了缅甸 在赌场里面豪赌数日 输掉了大部分的赃款 罗大美的家属相信啊 法律能够严惩残忍的凶手 此外 家属还将向被告提起刑事附带民事的诉讼啊 这个案件呢 其实也不复杂 其实也不复杂 对吧 这主呢 就是一个一贯的赌徒 然后呢 他需要钱 那怎么办呢 就得描上他有钱的呀 然后又有机会呢 就把这罗大美呢 就给绑架了 这中间呢 说通过吴庆啊 将他约到了啊 这就是熟人 所以这人啊 有的时候啊 现在有很多人啊 说是社恐啊 或者说呢 是不喜欢社交啊 比如说我就是一个大宅女 我不喜欢社交啊 我不是很喜欢跟人来往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人 其实你少一些机会 你一天到晚的什么人都接触啊 就喜欢热闹啊 就喜欢跟陌生人接触啊 就给你增加危险 好 这是中国的这个网红啊 然后咱们再说另外的一个网红啊 另外一个网红呢 是最近的事啊 我们来看加拿大一个媒体的报道啊 这报道的题目说 继孙文以后又一个被抓 美国逮捕华裔女媒体人啊 孙文是谁大家知道吗 孙文啊 是在美国其实挺成功的一个美女政治人物 她以前的时候啊 她曾经是这个纽约州的州长 她叫这个舒默 对吧 舒默的副执行官 舒默后来因为呢 人家说她性骚扰 然后不得不辞职了 对吧 现在纽约的新的这个州长啊 然后呢 继续用这个孙文啊 也是她的副执行长啊 干的是很高的啊 但是呢 前一阵呢 孙文啊就被抓了 为什么被抓了呢 你看啊 她这些个理由啊 真的是 哎呀 我就觉得 中国人在外啊 不容易啊 你知道她做的这么高啊 完了以后呢 只称她什么呀 起诉 叔叔当中称啊 孙文应中国的要求 阻止台湾政府代表与纽约州高级官员接触 我记得呢 以前啊 就是澳大利亚啊 也抓捕一个 那叫黄项默啊 就取消了她澳大利亚的身份啊 说是她就积极的就是促成中国政府呢 和澳大利亚来进行接触 这个孙文呢 就是啊 说她阻止台湾政府代表 与纽约州高级官员接触啊 她本来她就是纽约州的一个高官啊 那么她在这些事件当中呢 她来表达一下自己的倾向性 不行啊 这不是她的工作吗 然后还说她啊 在未经授权下 为中国政府代表获取纽约州官方公告啊 你竟然是个公告 怎么还未经授权 为中国政府获取呢 那可能是没有发布之前先向中国透露了 还是怎么着的啊 还有呢 说 试图促成纽约州高级政治人物访华 你说就算她这个身份啊 你促成这样的访华不行啊 对不对啊 咱们有很多的这个华人啊 在加拿大啊 因为美国也是一样啊 华人社区就搞一些活动啊 那么像加拿大的总理啊 或者是一些啊 比较高级的官员啊 那有时候就会出席这样的活动啊 那他出席这活动都是他自己联系的吗 那肯定得有中间有的人促成的这样 邀请他呀 对不对 就促成呗 不行啊 然后呢 还有是 以及啊 安排中国政府访问团 与纽约州政府官员会面 这些都不行啊 那你前一阵子不是那个 加州州长还到中国去访问啊什么的 如果中国人啊 像孙文这样的啊 他就是一个州长的副执行官啊 对不对 那在这里面起了一点作用 不行啊 是不是 这美国真的是啊 这个孙文啊 就被抓了呀 完了以后呢 咱们再看啊 我这个视频重点不是说孙文啊 能说这个被逮捕这个网红是怎么回事啊 说近日啊 美国接连逮捕 两名与外国势力勾结的华裔间谍啊 引发了国际观众 先是极左派的华裔间谍孙文啊 那就叫间谍了 然后呢 美国再度逮捕了 与俄国合作的极右派华裔媒体人 他叫Lauren Chen呢 他叫Lauren Chen 说在最新一波行动当中 美国接连逮捕了两名涉嫌 与外国势力勾结的华裔间谍 其中 极左派华裔间谍孙文被捕以后 极右派的华裔媒体人Lauren Chen 也因为与俄罗斯合作而被拘啊 陈呢 他是出生于加拿大的 在香港长大 自称是基督教的保守派 他通过其创立的媒体公司 叫Tinet Media 说他隐瞒了资金来源啊 说为俄罗斯政府提供宣传支持 说他花费了超过一千万美元 聘请了多位右派的自媒体人 比如说Dave Rubin 比如说Tame Paul 还有呢 Lauren Sullivan等 协助推广俄罗斯的宣传内容 我估计呢 他这个媒体做的挺大呀 对吧 我也没有看过他 现在估计在YouTube上面 已经没有了吧 已经都被抓了啊 然后呢 他叫这个Midi啊 他是一个等于说是一个专业性的 跟咱们的自媒体不一样啊 他聘请了这些多位右派的自媒体人 在他的这个媒体上面 就做节目呗 对不对 那你这些你可能是你就有立场 也没准没立场啊 现在一看啊 美国就说 他是为俄罗斯政府提供宣传支持的 然后我还说啊 他一些内容啊 都是这个俄罗斯给他现成的这个文案 说主要呢 就是啊 支持特朗普选举的 都是对特朗普有利的一些内容 他是一个极有的 那他是不是法轮功啊 反正我看了法轮功的那些人 都是支持特朗普的 像我这样就没有问题啊 有一次我说 哎呀 这个川普啊 口茬挺厉害啊 脑袋玩挺合使啊 和这个马斯克两人对谈的时候啊 回忆他遇刺时候的那个情节的时候 哇 什么情节都记着啊 表达诙谐幽默 口茬呢 非常凌厉啊 有的人说 哈哈 你支持这个特朗普啊 小心被打脸 然后呢 今天啊 我又做了视频啊 然后又说 哎 这一次这个川普啊 和哈里斯的电视辩论啊 看来哈里斯要赢了啊 哈里斯不愧是当律师的啊 口才了得啊 你川普跟他辩论你不是必败吗 这个呢 恐怕啊 有的人又说 啊 你现在啊 支持哈里斯啊 其实呢 我既不支持川普 我也不支持哈里斯啊 我就是就是论事而已啊 对不对啊 这个拉日辰啊 现在我不知道啊 现在信息呢 不太多啊 不知道是不是法轮功啊 大家给我留言啊 如果你了解的话 他是不是法轮功 因为我知道他们法轮功 特别支持特朗普 现在美国就指的俄罗斯啊 干预他的大选 他并不指的中国啊 因为他可能 也判断不准你中国到底支持谁啊 中国就是谁也不支持啊 你爱谁谁啊 那么俄罗斯很明显的 他肯定是希望这个特朗普赢了 因为特朗普是反战的嘛 特朗普呢明确表态 他就是反战的 不希望打仗 他如果上台的话 就马上指战 哎 怎么指啊 怎么指 他肯定是说就是卡着这个乌克兰的脖子 让他不得不指战呗 对不对 那肯定是这样的 那俄罗斯那肯定是希望这个特朗普赢啊 他出国又无所谓啊 特朗普也是加税 拜登不加税吗 拜登的加税对不对 比特朗普啊 有过质无不及啊 因为特朗普加税的那一点都没少 然后呢他还加上了很多 对不对 那这个哈里斯难道说 等他如果上台的话 他还会有那魄力说 能把这个局面扭转吗 那是不可能的 对不对 我们看不到哈里斯有任何的动机 那哈里斯呢 我也不认为他有这样的魄力 就算是你有这动机 你都需要这个魄力 你更何况你哈里斯 你也没有这动机啊 更别说是魄力啊 你有何德何能啊 你哈里斯没有很强的这个资历和背景 你要是侥幸当选了以后 你能干出点事来 不可能的事 对不对 所以中午无所谓 好 我这个视频呢 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